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知道说所谓的divergen为一个函数 这个是一个向量 那它divergen的意思是什么 所谓这个向量的divergen就是这个向量发散出去的程度 对不对 这是已经讲了 所以你如果divergen越大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地方应该有sauce存在 才会不断的从这个地方发散出去 那我们首先 我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在一个空间里面 在这个空间 它divergen的多少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divergen的值乘上一个barren 我们就直接说 到底这个空间 这个v这个物理量啊 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发散出来的是多少 这是我们的整个barren 我把它写成barren好了 就是v 会不会让你们写成v好了 这样可能好一点 免得两个b 那我们说v这个向量 你从这个空间里面divergen出来是多少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这个空间 内部内部的b向量divergen出来是多少 那我说你要计算它divergen出来的多少的话 就代表的是我去计算这个v向量啊 在我有兴趣的这个空间的barren呢 在表面积上面 我都把v向量算一遍 换句话说 v向量投影到这个surface 每一个surface ok 这个b向量投影到这个surface 这个surface到底有多少 我把它积起来 那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 好 假设这个向量 v向量是这样子 好 v向量 那你可看到它不是uniform 表示它是有发散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到底这个向量 v向量 在这个空间里面 在这个区域范围里头 我有兴趣的 这个区域范围里头 它发散出来的程度是多少呢 那我就去看 这个向量投影在这个表面上面的值是多少 我就可以知道 我们举个例子好 简单的例子 那用这个举行 我有兴趣的是这个举行的空间好 假设我现在这个向量是 很均匀的从这里进来 从这边出去 那你可以看到 对这个向量而言 它divergent是等于多少 如果它是A号 它是等于B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发散 OK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话 你看到这个向量投影在这个空 从这个面积上面跟投影在这个面积上面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box 那我要看到 这个A向量 从这个box的这边穿过去 然后从这边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向量是非常均匀的穿过这个空间的话 完全没有发散出去 没有向量都没有 没有偏 没有斜 也没有在弯曲 那它没有发散 在这条件之下 我们看到的是说 进去的向量 乘上这个面积 在这个面积 所谓的面积是什么 这个面积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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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到 这个向量进去 投影在这个面积上面 跟这个向量出来 投影在这个面积上面 刚好是不是正负 对不对 所以进去 它投影在这个面积上面的 再加上出来 它投影在这个面积上面 刚好是抵消掉了 就等于0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向量 在我有兴趣的这个空间 它有没有divergent的量出来 没有 那没有的意思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面啊 进去跟出来的量 一样的时候 就表示 这个box里面 没有东西 去加持它 所谓没有东西 去加持它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呢 也没有一个source 也没有一个sink 让吸收它 也没有让它更大 ok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 基本上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说 这一个东西 你要了解这个空间里面 为什么我刚刚说 我只要看这两个面 因为我刚刚讲 向量是从这边 垂直的穿过去 从这边出来 这几个面 全部 它投影在它上面 都等于什么 0了 所以我其他的面 我都不需要算 那我现在 我要知道 到底这个向量divergent的量 是多少呢 我就用利用 这样子去算 我这个v向量 在我有兴趣的 这个空间里面 发散出来的程度 就是我 把这个向量 投影在包围 这个空间 的balance 这是一个surface 这个surface呢 是包围这个bottom的surface 这surface不是随随便便取的 这个surface是包围这个bottom的surface 那一个bottom包围这个bottom的surface 是不是一个closingsurface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加上一个圈圈的符号 这圈圈绝对不能少 因为这个不是单一个平面 也不是open的平面 这个平面是什么 是跟这个bottom相关的 它包围这个bottom的surface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定理 就叫做 divergent series 或者 高清 或者 或者 screen screen share ok 都有人讲 整个 这个din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 你现在 所谓的 这个东西的左边 就是你去把 这个surface 这个bottom呢 里面所有 的龙头 把他加起来 ok 所有的龙头你都把他加起来 如果 他呢 就相当于 你从这个surface 所流出来的什么东西 我们给了他一个名词 就叫做flux ok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叫flux 我说 b stop 比a呢 他就叫flux ok 我说 如果现在要计算 这个E这个surface 上面的V.DA 那基本上我所谓的V.DA 就是它的flux 就是我们的通量 那你也许你会马上联想到说 你在普通物理里面 有所谓的电通量磁通量 就是这样计算的 OK 换句话说 V如果是电场 这个物理量就叫电通量 V如果是磁场 这个就叫做磁通量 OK 所以通量 就是这样子计算出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说摆个例子的物费 我说假设 现在物质的物费 V V 那它是Y平方 I SY 加Z平方 YZ K 那我们现在我们也要来看一下 我说 我有兴趣的阿伦呢 它是 是1 1 1 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说这个通料经过这个八论 他所得到的这个 百合军420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而我用blast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相等 就是我要check百分之十二 ok 我要check我的百分之十二 那其实你要check百分之十二的话 很简单 首先在你的左边 左四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说百合军B的部分 那我们马上把百合军一下就看到了 这个百合军是什么 嗯 嗯 你看从人身高度 屁一下 好 这个百合军是什么 對 多少 先把它寫出來 你為什麼得到這個結果 可以... 這個 什麼 不要 這樣子 不會 多一句 很難看 很難看 你不要... 我是想要什麼 我可以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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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想到 我可以不想到 我可以不想到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对不对 好 那没有问题 你已经知道它了 所以 为节省害怕 我们就把它写在这里了 那我们接着 我们看 你现在是一个三度空间积分 OK 所以是等于2X加2Y 在三度空间里面 的积分 Dtau是等于多少 Dtau等于多少 现在叫你了 SYZ的坐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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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ent element 等于什么 Valent element是等于多少 大声一点 我听到的是另外的声音 什么 他有自信心一点 我在叫你啊 我在叫你啊 不是叫他 什么声音这么小呢 怎么声音这么小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鸡 这个鸡会不会鸡了 蛤 会不会鸡 这个会不会鸡 蛤 会不会鸡 蛤 会还不会 你可以把它宣问一下 这个会鸡的同学请几手 不会鸡的同学请几手 会也没有人 不会也没有人 啊 人都跑哪去了 蛤 这等于多少 你有没有把握记出来 这个很简单 0G到1 0G到1 X方向是0G到1 Y方向是0G到1 Y方向也是 Y方向是X方向0G到1 Y方向也是0G到1 Z方向也是0G到1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 底G 是0G到1 底Y 底Y也是0G到1 DX也是0G到2X加2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在积分的时候 就把Y当成是什么 定值 然后对S积分 OK那S就积完了 再来就积Y 然后Y就积完了 那Z呢 它没有它不是Z的函数 从0G到1就刚好等于1 那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是等于2 OK 那 这一遍 不用 同学都说不用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说这个已经出来以后 那我们看到的是 你的右边的部分呢 右边的部分的话 你是要对 这个Surface 一共有几个Surface 六个Surface 要每一个Surface 去积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六个Surface 好我们说 对Surface Surface 1来讲的话 我把它 稍微归一下 我说Surface 1是这一个 这个面 OK Surface 1 那Surface 1呢 给你的就是x等于1 1 那这个面上面 DA DA就是等于DY DZ 它的方向是什么 I的方向 有没有问题 这是Surface 1 所以你V 所以你V DZ DZ 对Surface 1来讲的话 X一定是等于1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V X的位置 S的位置 通通是带1 OK 那它是I方向而已 所以B.DA的部分 这两个都已经零了 Y平方 DY DZ 然后呢 DY是从哪里 G到哪里 DY 把它直接写上了 写过来这样子好了 DY呢 是从0G到1 DZ 也是从0G到1 所以你知道 这个G出来 是三分之一 然后再从 这个G出来是一 这个是三分 对 这是Surface 1 再来 我说这个是Surface 2 那Surface 2的部分 Surface 2是怎样 有没有问题 底下的同学不要 Y是等于1 那你的底A是等于多少 Surface 2 好 穿白色衣服的同学 底A等于多少 多少 D什么 DX DZ 这方向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的 一样的 你把B.DA 对Surface2积分 你把它DOT J 就整理这一项而已 那这项的部分的话呢 是 2 X Y Y 加Z平方 然后DX DZ 但是记住Y是等于1 所以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Y是等于1 S是从0G到1 Z也是从0G到1 所以你把它DX 所以你把它G下 那G出来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三分之 这G下去的话 这是2 S平方 再加上Z SZ平方 然后再 0G到1 1加上Z平方 然后再对DZ积分 那前面是1 然后这边是三分之一 所以三分之四 OK 所以你把它算一下 是三分之四 同样的道理 我把一个一个的Surface Surface3是等于 这一个 那你把Surface3的部分 Surface3 Z是等于 The A的部分 The X The Y的K component 那你可以把它去计算出来 它的值 那这个值 我不写了 Surface4 Z呢 这三个是我们看得到的 接着我们要看不到的 就是 底面积的部分 这个最底下的这一个是 那这是 DY DZ Z等于0 DA 是等于负的 DSDY 的K方向 OK 那Surface5 5 这是等于这个面 这是5 那我们看到 第五个面 Y是等于0 DA DA呢 它是等于负的DX DZ 它是J的方向 那第六个面 一样 剩下一个面 那是背面的那个面 那它X是等于0 DA 是等于多少 DA是等于DY DZ 的负 负I的方向 所以 你把它一个一个算出来 你会发现说 它的值就是2 OK 好 那一样的 给你们另外一个problem 是5嘛 OK 很简单的 我们说 1呢 如果是 S平方加Y平方 大分子1 的I方向 OK 那 我的ballon 一样是这样子 对 一样是这个 Unicell的ballon 那我要你check OK Divergent 10 OK 这是我们第五个习题的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